你好 可能就以天堂地狱之别 早在两千多年前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 伟大的天才总有点癫狂 伟大与癫狂之间 似乎有这种隐晦的关系 像隐藏在冥冥之中的掌控者 无形但不容忽视 生活中有很多性格缺陷的人 他们可能是不善言辞 缺乏亲和力 容易冲动等等 他们带着性格的斑点 行走在白天与黑夜之间 过着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但是这个社会 总是偏爱于外向的人 性格有缺陷的人 难免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他们生活上 因为不会花言巧语 而不被关注 工作上不擅长交际 而不被重用 似乎是这个世界上的异类 那么这本书就一反常态 把关注点投向于这类人 把聚光灯打向他们 作者认为 异常是他们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观点 就是致命与救命 冲突与秩序 善与恶等两极之间 存在着一座沟通的桥梁 普通人只要稍加尝试 异类的思考方式 就能够让负面情绪 得到正向发挥 很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 有性格缺陷的人 反而容易感到快乐 也更富有魅力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凯文达顿 196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是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 精神病态学家 他的父亲是精神病患者 他的至交也是患有精神病 他常常感慨 自己过得太正常了 凯文的一生专注于精神病学领域 潜心钻研近30年 为了获得真实的资料 他把自己伪装成患者 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共处一世 他在精神病研究领域的发现 被泰晤士报 BBC等多家知名的媒体报道 是英国乃至世界不可或缺的 研究不正常人格的专家 好了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的概况 那接下来 我将为你从以下三个方面 详细的讲解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精神病态者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第二个重点是 拥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 就一定会发展成为精神病患者吗 第三个重点是 取得成功的七个心理特质 好 首先我们说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精神病态者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作者的父亲是精神病患者 在父亲去世以后 他发现了一些手写的笔记 这些笔记啊 是父亲的几个看护所写的 记录了父亲在最后几个月里 生活的细节 这些内容包括 七点三十分 让达顿先生起床 给达顿先生做一个黄瓜三明治 给达顿先生刮胡子等一些琐碎的事 这些琐事当中啊 有两条引起了作者的注意 一个是达顿先生把轮椅推下了走廊 第二个是达顿先生在阳台上表演了脱衣舞 如果说作者的父亲是一个正常人 他是不会把轮椅啊 推下走廊 也不会肆无忌惮的跳脱衣舞 很显然 轮椅和脱衣舞是精神病者的行为举止 与之相对的是起床 三明治和刮胡子 这些人啊 才是正常人日常会做的事 作者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 一直是轮椅和脱衣舞 日复一日的与起床 三明治和刮胡子做斗争 作者也由此意识到 一个灵魂备受压抑的男人 他的大脑回路和大脑细胞 也在被绝望的无情的压抑着 但是在紧要关头 他会难以抑制这种疯癫行为 继续战斗下去 那在这呢 有一个观点 我们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以免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产生误会 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慌 那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一个词 叫精神病态者 这个精神病态者 它不同于精神病者 一听到精神病态者这个词 我们的脑海中啊 就会浮现出连环杀手 强奸犯 以及潜伏的恐怖分子的形象 其实不然 大多数精神病态者啊 都生活在监狱外 他们大多出没于工作场所当中 精神病者的标准呢 就很难去衡量了 因为内疚感 回忆和共情这些概念 就很难量化 所以说 最好的办法 就是依靠 看得见的行为来判断 以免主观意识当道 那么 精神病态者 有什么不一样的细节表现呢 对于一个精神病态者来说 语言仅仅是停留在字面意义上 没有感情参与其中 一个精神病态者 也许会说我爱你 但是实际上 对他来说 这句话 与我需要一杯咖啡 没有什么两样 这就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精神病态者 也能够保持冷静和镇定的 原因之一了 也是他们追逐报酬 和敢于冒险的原因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他们的大脑 在某一程度上 开启的比我们少 精神病态者 有无畏 自信 魅力非凡 冷酷 专注等特质 与普通大众的看法相反 精神病态者 不一定有暴力倾向 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态者 可不是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的 事情并不是 要么精神病 要么正常人那么简单 一个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 并不一定会发展成精神病 他很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那就是业界精英 一位事业有成的CEO说 智力只是助你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两个法宝之一 人们把成功比喻成难啃的硬骨头 是有道理的 通向巅峰的道路是非常的艰难 如果你善于借助他人之力 攀上顶峰会容易一些 如果你认定这一点的话 那攀登起来就更容易了 伦敦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 乔恩·莫尔顿 对此表示赞同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把决断力 好奇心和镇定 列为他成功的三大法宝 前两者的价值不言而明 但是这个镇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莫尔顿解释说 镇定的最有力之处就在于 它会让你在别人辗转难眠的时候 安然入睡 而镇定这个词 我们在前面的叙述当中也提到过一次 说的是精神病态者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也能够保持镇定 这点与莫尔顿的成功法宝之一意外相合 在所有危机事件当中 最有可能成功的人 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冷静的人 他们既能够应对突发情况 同时又能够保持必要的超然态度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学到一些精神病态者的特质 是能够在一些领域助你一臂之力的 很多与精神病态者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说 他们的目光锐利 眼神非比寻常 这也是好莱坞编剧们 在编写剧本时不会忽视的细节 眨眼的是平衡焦虑的一个生理反应 精神病态者眨眼的平均次数比我们略少 那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据推测 精神病态者紧盯着人看 反映了他们强烈的捕食一般的关注 就像世界级的顶级扑克玩家 他们会不断的从心理上捕捉他们的对手 泄露的关键情绪 以此来判断 自己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才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是精神病态者没有感到痛苦 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这种情绪 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感觉 而是因为当他们全神贯注于一件 可能获得及时回报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将所有不相干的都给过滤掉了 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显示 精神病态谱系可能是环形的 越过神经学上理智和疯狂的分界线 精神病态者和天才之间触手可及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精神病态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说完了第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接下来说的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拥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 一定会发展成为精神病患者吗 精神病态者有着令人印象深刻 而又瞬息万变的人格特质 一边是魅力四射的无情 另外一边是不可预料的冷酷 那么发展成为冷酷那一方向的精神病态者 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挥之不去的阴霾 特德邦迪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 他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强奸案和连环谋杀案 他曾经品学兼优 样貌英俊 运动方面也是十分的优秀 之后进入名校学习法律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并且在政府部门工作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如此优秀的一个人 他的心里却藏着一个恶魔 他喜欢潜入校园 杀掉女学生 或者是邀请女学生出门游玩 然后再加以杀害 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 他杀害了35名女性 强暴过超过100名妇女 他跟踪漂亮的女子 在夜幕下偷窥他们 而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开始了强奸 袭击和谋杀 杀人过后 他还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 从外表上看 他非常的和蔼 而且很有吸引力 能够唤起人微妙的 不道德的想法 他的表现中透露着野性的特征 1975年 他因为违反了交通规则被捕 而后被控告为 美国一系列连环杀人案的嫌犯 他曾三次被判谋杀 两次越狱成功 审判的时候自我辩护 滔滔不绝 坚信自己会无罪释放 终于在1989年 他在电刑椅上被处以急刑 十年四十三岁 他的故事 不论在什么时候被提起来 都会让人后背发凉 因为德特邦迪 在白天的时候 和常任没有什么区别 几乎没有人能够发现 他的异常之处 精神病态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他们都具有完美的伪装能力 伪装成正常人 过着与常人一般无二的生活 但是他们的脑袋里 却藏匿着恶魔的想法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以夜幕为掩护 开始自己的杀戮游戏 与德特邦迪 有着强烈对比色彩的就是 汉尼巴·莱克特 在他八岁的时候 德国入侵苏联 莱克特一家为了躲避德国军队 而来到了树林中的猎场小屋 不久之后 这个小屋被苏德军队战争波及 双亲遇难 汉尼巴与妹妹美莎相依为命 在寒冷的冬天 几个纳粹军队的人闯入到小屋 由于饥饿 他们将已经患肺炎的美莎杀害 再将他给吃掉 汉尼巴的心里受到了重创 从此以后八年未开口说话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超高的精神病医生 精通医学外科 另外他在古典文学和音乐方面 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不幸的是 他本人是一名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 对社会现实 也有自己独到的深刻理解 特德邦迪 还有汉尼巴·莱克特 他们都是冷酷无情 肆无忌惮的社会精英 他们的情况 与你想到的任何一份精神病态表指标相符 这一类人并不是要吞噬社会 相反 他们始终冷静 理性 做决策的时候 毫不掺杂个人的感情 他们用这种方式 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们包括医生 士兵 间谍 企业家 以及律师 那我们在第一个重点当中就说到了精神病态者大多生活在监狱外面 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精神病态者与常人无异 或许他们能够很好地调控自己的情绪 没有像糟糕的那方面发展 在某一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英国的知名教授鲍布黑尔认为 从整体上看 整个社会的精神病日趋严重 人们由于忙碌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 结交朋友缺乏耐心 使得这个交友软件发展迅速 一个社会犯罪团伙的大量增长 与现代网络游戏越来越暴力 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2011年 一个17岁的男孩 为了买一台费用高昂的电子产品 卖到了自己的一个肾 童年在中国 一个两岁的孩子 被两次碾压致死 不好的事情总在发生 并且还将继续发生 书中就有着这样的一个悖论 一方面 社会暴力倾向正在逐渐减轻 另外一方面 社会精神病态者的人群 却在持续扩大 文化权威人士在社会上 拥有一定地位以及号召力 他们在促进社会意识形态 转变的过程当中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 传统的文化权威人士 基本上都是牧师 哲学家或者是诗人 还有可能是君主 但是在现阶段下的社会 随着虚拟世界的无限扩张 文化权威人士 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类人 他们可能是当红明星 当红演员 媒体和各路网红博主 这些人极少将社会 宣扬高尚的品德 而是向人们宣传 五花八门的精神病态 他们中有一些人 依靠着杰出的外表 花而不实的演技 或者说依靠着 花众取宠的方式 不得大众的眼球 这些所造成的结果就是 随着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松散 社会节奏越来越快 精神病态越蔓延 精神病态者的行为越正常 好 那说完了第二个重点 拥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 一定会发展成为精神病患者吗 那接下来 我们继续说的是 第三个重点内容 取得成功的七个心理特质 一些有伟大成就的人 总会做一些超乎常人的举止 想要详尽的了解某一方面的事 最好是尝试一下 去亲自经历一下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 凯文达顿进入到精神病院当中 与精神病患者进行沟通 交流 并在拯救他们的同意之后 把一些与他们相关的内容 加入到书中 并且从中总结出了取得成功的七个心理特质 第一个就是无情 人性有七情六欲 如果被要求抹去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有了违背人性的意味了 显然这是大部分人所不会接受的 作者接触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他在没有犯病的时候告诉作者 人生有时候需要做最好的选择 为了得到你想要的 或者是事情有最好的结果 你就必须狠一点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 魅力与专注 精神病态者极具魅力 而且有着很强的专注力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人们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很多时候是因为 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所走的路通往哪 他们太沉迷于当下 很容易偏离方向 你的努力不是为了想追求的东西 而是在追求别人认为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具有这些特征的人 通常是超乎寻常的 杰出的长期的成功 史蒂夫乔布斯就是一个拥有专注于魅力的人 他引领了潮流 让人们领略到了尖端科技超越时间的深邃魅力 第四个是坚毅 对于部分精神病态者来说 影响其他人的事物 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 而能够影响他们的事物 他们也能够应付自如 比如说命运不济 遭遇挫折 作为一个正常人 你如果拥有了坚毅的特性 无视阻碍 将无往不利 第五个是无畏 书中涉及到了一个特种兵的筛选过程 过程也非常的残酷 甚至有一点不人道 筛选过程通常持续几个月 最后只录取了几个候选人 这些候选人必须是具备无畏和坚持特质的人 无畏需要勇气 勇气似乎是一种天赋 一种使人情绪高涨的兴奋剂 拥有它 人生道路上就会多一份精彩 第六个是正念 那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朋友 可能会不太懂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 叫做活在当下 人们永远在担心将来的事 担心会不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他们看不到眼下的情况 也意识不到现在此刻的美好 拥有正念 能够让你的大脑摆脱焦虑 摆脱恐惧 理智的对待自己内心的感觉 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 好 第七个呢 是行动 精神病态者做事呢 从来不会拖拖拉拉 相反 我们普通人做事的时候呢 总会百般的顾忌 由于再三 才开始做不得不做的事 无论是职场生活 还是学习生活 执行力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拥有执行力 人们通常能够把握住 稍纵即逝的机遇 会比懒散的人 获得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 那上面所说的七种心理特质的力量 主要还是体现在实际应用当中 在某些特殊场合 肯定需要某种特质多一点 其他特质上少一点 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上 可能有一种或者几种 我们所提到的心理特质 学习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把握好分寸 以正常人的姿态 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好 那以上呢 就是第三个重点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将为你总结 今天所涉及到的内容 加深大家对这本书内容的认知 首先我们说到了 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 语言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上 这也是他们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也能够保持镇定的原因之一 他们目光锐利 眨眼的次数比正常人少 当然了 这些他们是意识不到的 他们在做一些 有及时回报的事情的时候 是非常专注的 会屏蔽掉所有不相干的一切 接着我们谈到了 有精神病态特征的人 不一定发展成精神病患者 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大部分精神病态者呢 都生活在监狱外面 他们混迹于各大职场 过着比普通人更加精彩的人生 精神病态 随着社会上文化权威人士团体的变化 也在不断的扩大 涉及的范围更广 涉及的对象更多 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 精神病态越蔓延 精神病态者的行为 就越正常 最后 作者深入精神病院 与精神病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总结出了七个促成成功的心理特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合群的人 往往会更具神秘感 常常会吸引更多的关注 如果把一些精神病态者拥有的特质 拿过来 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就会使工作效率得到提升 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一些未知的挑战 这本书啊 其实它并非是枯燥无畏的学术论书籍 而是以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态的例子 进行铺陈 行文轻快 有较强的可读性 最近研究显示 抑郁有助于思考 更能够让人专注 并且能够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 记忆力比平时要强四倍 低落的情绪 让他们更加的专注 作者呢 也是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 人格缺陷并不可怕 它是一把双刃剑 正确运用这些特别的精神特质 能够自如的应对生活中的困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